而调查局今天举行全国货案毒品证物公开销毁提示 总共209箱重量近700公斤的毒品全部遭到销毁 满满毒品映入眼帘 嫌犯卷赃据获当场被逮个正着 弃毒任务结束后证物统统封存 如今一口气销毁化为粉尘 各式各样的毒品走私重量达到近700公斤 总箱数更是有209箱 换算下来金额庞大 尤其在疫情的期间各国海关严格不开放 导致毒销运输毒品困难成本暴增 毒品价格上涨 虽然毒品不断的增加 但是我们气毒的同仁也非常的努力 不但是向上溯源 而且要查明他的金主 疫情解放后毒品价格调降 让黑帮重回卖毒通路 从警战署的统计数据来看 光是前年9月截至今年4月就有191件通报毒品案 成功查清167件逮捕256名嫌犯 11件帮派涉毒 最重要的是相关情资 还与13个境外国家互助 最大宗还是以大麻为主 将近快五成 其次是Ketamine 经过我们研判 主要大麻还是以北美地区部分 合法化的国家或者是地区所寄送 疫情解封不止民众热开怀 黑帮事业不受阻 重新开张赚取不法获利 现在警方查读更要联合国际刑警 才能真正杜绝走私 记者这种报道 本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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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тар 本集完 可以 整拍 绝一 心